辽兰12人大名单出炉 五虎上将不怕广东 杨明率队夺冠制在毕德眼看着CBA第一阶段的窗口期 过了一大半 对于各支球队来说磨合和调整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外援的加入让各支球队的整体战斗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而备受关注的辽宁队 也早早的和大外援莫兰德进行了一个合练 我们说虽然像吴昌泽、刘志轩本赛季确定无法复出 但是也不会对辽兰的成绩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赛季的辽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悍 几乎所有球员都达到了最佳的状态 在双外援归队之后 辽兰的12人大名单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我们先来说一说两个外援 一个是福格另外一个呢是莫兰德 那接下来本土球员有赵季伟对吧 有张震灵、富豪、李小旭、从明晨、韩德军等等 首先我们说在后卫线上像郭艾伦、赵季伟还有福格 应该是雷打不动的一个组合 唯独是第三后卫的人选可能会更倾向于一个小球员 当我们说这位小球员 他本赛季跟往年相比他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 周俊成虽然特别努力 但是经验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他的出场时间应该也比较少 而前锋方面辽宁队今年集结了五大前锋实力都很强 随便找出来一个都可以 在任何一个球队去变成当家的球星 你像张震灵、富豪、李小旭、从明晨 还有这个于泽成表现都非常出众 首先我们说三号位上的张震灵 他仍然是特别强硬的存在 因为张震灵的本身他从身体素质到身高都是没问题的 他正常来讲应该是可以打四号位的 而由于李小旭的付出 张震灵就完成了一个转型 三号位的这个张震灵可以说是如鱼得水 他不用进行篮下的一个肉搏战 他把重点放在进攻端就可以了 像张震灵这种美式篮球打法进攻力 可以说是非常强的 第一阶段场军得分也是比较高的 从明晨今年无疑是最抢眼的一名前锋 这个前锋 无论说是在老叔带的那个时代 还是说在阳明带的这个时代 都会偶尔带给我们一些亮眼的表现 说虽然吴昌泽和刘志轩双双缺战 但是本赛季从明晨的状态 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因为在第一阶段当中 从明晨场军可以贡献十分加三个篮板 没以往遇到强队就哑火 但是在本赛季这一个缺点完全消失不见 也正是由于他的强硬 在三号位上几乎是没有什么短板的 最后我们说像富豪这个球员 他也同样表现得比较稳定 作为一个年轻的四号位 在场上敢打敢拼 在一些替补上场的时候呢 也能够有所建功 并且我认为富豪极有可能成为辽宁队未来的 一个舰队核心 并且我们会关注到一个特殊点 就是辽宁队五名前锋身高都超过两米了 这也是辽宁队篮板 在这个第一阶段的重要保障 在CBA打篮球 你能够抢到篮板 你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往年辽宁队为什么一直打不过广东队 就是因为你封限高度上 你及实力上你都干不过广东 但是今年在最弱的一个环节 得到了一个极大的补强 各个位置现在都没有短板了 能不能拿到总冠军 就要看杨明的排兵不振了